好 以下的時間交回給我 好 多謝各位大家 毒品調查科的探員 根據善報及經過深入調查之後 在昨天即2021年7月15日 進行了一個反毒品的行動 行動中拘捕了一名年齡28歲姓岑的本地男子 及一名年齡23歲姓徐的本地女子 行動中總共檢獲了13公斤的可卡恩毒品 市值大約港幣1600萬 在昨天大概下午5點 探員在藍田一個私人屋苑的大廈外 截查了一名可疑的男子 在她身上發現少量的可卡恩毒品 那名男子在搜查期間突然掙扎及嘗試逃走 探員在制服她之後 就以涉嫌販毒及拘捕將她拘捕 之後探員隨即帶這一名男子 到她佈住的單位搜查 在單位裏面發現另一名女子 而探員也在單位內一間房間裏面 發現了14包約13公斤的可卡恩 探員隨即以涉嫌販毒將該名女子拘捕 這一男一女現證被警方扣押 調查仍是進行當中的 經過初步調查之後 警方相信這一批毒品 是經由快遞以包裹的形式送到香港 並利用上框作為掩飾 目前警方仍在調查當中 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 今次行動警方已經成功 倒置了一批毒品流入市面 警方想再次借這個機會 作出呼籲 泛運危險藥物是一個非常嚴重的罪行 根據危險藥物條例 一經定最後 最高的刑罰是被判 被判終身監禁及罰款五百萬元 五常有經濟日報 想問問 TOTAL有多少個相框作為掩飾 以及他們是怎樣掩飾 還有第二個問題 經常見到一些證物類似包裝工具 他們是否藉著那個單位做一個包裝分銷的工場 以及運作了多久 我先回答你第一條問題 我們探員在搜查這個單位裏面的期間 發現了這一批毒品 發現這一批毒品之餘 在旁邊也發現了十一個相框 以及一個紫皮箱 我們調查之後 相信 販毒這個集團 就把這些毒品 放在相框裏面 再在上面 用一些不同的圖案 或者是畫去覆蓋 但因為我們進去調查的時候 毒品已經拆了出來 我們相信他們用這個方法去掩飾這些毒品 透過郵遞寄來香港 第二個問題 就是這個單位是否有人利用 將這些毒品分拆之後再去派發呢 這個也是我們警方的調查方向之一 我們也相信有機會 販毒的人士 也透過拿完這些毒品之後 在單位裏面 將這些毒品分拆之後 在接下來 如果沒有警察截裁之下 也都會很快地將這些毒品分銷出去 香港的市面 明報的 想問一下疑犯本身的背景和他的職業 兩位被捕人士 他們都是被報稱無業的 而其他的背景 因為現在已經進入司法程序 他的背景我都不太方便 詳細地透露出來 阿Sir你好 星島日報 想問那個單位是屬於他們 自己自治 一定要說是遭用 和他們兩個被捕人的關係是甚麼 和第三樣 那些包裹是何時抵港 或者在哪裏 和在哪裏遊遞過來 我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這個單位是他們租住的 我們經過初步調查 相信他們租住了一兩個月左右 那這一對男女 我們調查所得 亦都相信他們是情侶關係的 我想問可否重複第二個問題 另一個問題就是 那些包裹是從哪裏來的 和何時抵港 好 我們調查所得 所知道 就是這個包裹 應該是由南美寄過來的 那抵港的日子 應該是我們 在拘捕 再出拘捕之前的一兩天左右 好 那今日的全部交付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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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